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平时很多朋友都喜欢吃红枣 尤其是女性朋友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红枣有哪些注意事项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红枣的新吃法 平时在直接吃红枣的时候 一次性不能吃太多,五六个就可以了 要是吃太多容易上火 多吃了还会导致我们的腹胀不消化 出现口干舌燥 经常吃还会引起发胖 首先准备适量红枣放入碗中 加一把葡萄干 加一勺面粉 加半勺小苏打 加入清水 像这样装一装,使小苏打和面粉融化 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面粉可以吸附红枣和葡萄干上的灰尘和杂质 用面粉和小苏打来清洗红枣和葡萄干 可以把它们清洗得更加干净 葡萄干和红枣上的褶皱很多 给它多抓洗一下 平时在吃红枣的时候 尽量不要以高蛋白的东西一起吃 红枣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维生素会使蛋白质出现凝结的情况 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和消化 还有不能和黄瓜胡萝卜一起吃 因为黄瓜和胡萝卜中含有抗热血酸酶这种成分 这种成分会破坏红枣中的维生素 使红枣里面的维生素流失 然而红枣就没有什么营养了 红枣中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里面含有丰富的体元素 我们平时用红枣泡水喝的时候 尽量和桂圆一起泡 这样它的营养才会更好 还有就是吃红枣的时候要细嚼慢咽 红枣皮中含有粗纤维 吃的时候要是嚼得不是很碎 是比较难消化的 还会刺激胃黏膜 还需要记住的是 平时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最好不要吃红枣 因为红枣里面的糖分比较高 多淘洗两次 把它淘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来 放入大碗中 然后用剪子把枣肉剪下来 全部剪好之后 把它倒入粉碎机中 加130毫升清水 放盖子 把它倒成泥 倒好之后 倒入大碗中 然后准备一个保鲜袋 装入剥好的核桃 用擀面杖把它压碎 像这样就可以 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 再把它倒入红枣中 加两勺提前倒好的花生碎 加一勺红糖 红糖不用加太多 因为红枣就已经很甜了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加适量的面粉 面粉能起到粘合的作用 把它搅拌成这种粘稠度就可以 电饼铛不用预热 刷一层薄油 散适量的喝白芝麻 再把红枣捏倒进去 把它铺平整 表面已刷上一层薄油 锁住水分 扫上喝白芝麻增香 然后开上下火 盖上盖子 烙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 把它开盖子 给它翻一面 再盖上盖子 继续烙三分钟 时间到 打开盖子 像这样就已经熟了 这个饼很薄 很容易烙 把它盛出来 再把它改刀 切成小块 方便食用 把它切成这种菱形块 放入盘中 像这样非常美味的红枣饼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营养 吃起来软软弱弱的 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